大致沒有原因將鷹羽放在這裏 沒有原因將鋪園放在這裏 沒有原因將天秤放在這裏 沒有原因將餐巾放在這裏 但我們就是看到這種現象 全部很有秩序的安排在這裏 一樣牽涉一樣 一樣牽涉一樣 全部安排妥當 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特意 是很有趣的 將這些安排在一起之後 而整個機器加起來就達到一個很特殊的 很有目的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在解答 在互導學上的第二個主要問題 大家記得是什麼 就是關於所謂的Teleology 就是好像語在漫漫的有目的的安排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相對於大移民總法論 一個更好的解釋就是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有智慧的設計者 在背後設計這些一致 好了 我們終於說回上兩個星期 過個半星期開始說的就是蛋白質 大家就畏留一下 蛋白質是否所有生命都是由蛋白質構成 除了大家還有其他東西 還有碳水化合物 還有水分 還有一些礦物質 包在蛋白質裏面 但是所有生物與非生物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似乎所有生命的功能都是由蛋白質來運作 所以我們說生命的一種舞蹈 就是蛋白質做那個舞蹈家 做那個表演者 什麼意思呢 蛋白質是一些我們所謂的 就是 macromolecule 是一些非常之大型的分子 首先之類的元素就是原子 氧氣和氫氣 就是這些原子 原子在某一種情況之下 它們會在化學上去和黔一層這些原子 會成為一些分子的元素 大家就吃了兩個元素 水是二氢化氧,兩個氢氣的原子黏在一起 一個氧氣就成為水冷H2O 通常非生物的原子相對來說都是很簡單的 最複雜的非生物的原子 都是有幾個或者十幾個原子黏在一起 但是在生命裏面,這些原子就完全不同的層次 通常這些複雜的原子構造 他們都沒有任何圖案 裏面包含了幾百萬個原子的一個分子出來 通常有些比較簡單的單元重複的連接構成 這些單元都不簡單的 可能有幾十個或者甚至超過一百個的原子構成 我們發覺蛋白質就像一條長的鏈一樣 這條鏈就由一個個的單元構成 一個單元就是aminoacid 這個叫氨基酸 因為氨基酸裏面有一些氮氣、氫氣、氧氣 最重要的是有碳的原子 但是它們基本上是一個特別的單位 這個單位重複又重複又重複 就構成這些蛋白質 這些單位總共數來數去 就發現不是有無限的variation 數了出來只有二十種這些aminoacids 通過20aminoacids 用於生命的使用 那proteins如何產生生命的功能呢? proteins naturally fall up into unique shapes 證明了由於生命的分析 很有趣的,它是一條長的鏈 但是它不是一條長的伸直鏈 因為每一個這些organization amino acid 的單位 它在這個分子身上 有些地方是有正的charge 有些地方有負的charge 每個都不同 當我們將它串米上來的時候 它自自然然 因為它自己自身的正負的 而性相級和性相距 它自己就會摺起來 好像一條很長的剪子 剪了一條很長的東西出來 但因為在這條紙上 有一些正、有些負 有些正負 如果你沒有東西阻止它 它自己會摺 但它摺起來不是 沒有任何的方式 它只會被它們的正負 正負負負 正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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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它本質是很弱的,正正負正正負弱 但是因為排列的次序,就變成了懂得教這個蛋白質 它自己會有一個很複雜的方式,自己摺起來 摺完之後就成為一個三圍的,三圍的,一塊東西 但這塊東西的形狀就是unique to Deplotein 相對於這個蛋白質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形狀 大家要玩一個LEGO,就要明白 LEGO比以前的織木更好,一邊凸出來,一邊凹下去 所以你一陷就陷起來,是不會錯的 陷起來之後又不會凹凸 然後蛋白質就像一些很複雜的3D LEGO 當它形成了某一種形狀之後 它們因為它的形狀原本 它們只能夠bind with certain other molecules bind是跟其他某一些特定的形狀 或者其他特定形狀的蛋白質 產生化學作用 就好像,譬如,我有一個蛋白質摺起來之後 另一個蛋白質呢,它是這樣的 即是這邊跟這邊呢,只有它跟它是可以凹起來 於是它們一凹大的時候,就產生化學作用 這個叫binding 在化學中叫binding 但是因為蛋白質的複雜的是三圍空間的形狀 它一定是只有某一種形狀的 蛋白質或者某一種形狀的分子 來自己陷接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特定功效 所以蛋白質的功能是很unique the shape of each protein determines its unique functions like highly complex 3D LEGO box 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功能 令到每一種,我心肌裡有幾十萬種 幾百萬種的蛋白質 但是呢,每一種蛋白質有它 獨一無二,也是唯一的功能 就是做那樣東西 譬如有些蛋白質是 它會撞到某一些,我們在血液裡面的 一些成分的時候 會令到那一種東西,突然間 是產生化學作用 大家貼起來,然後呢 將一個形狀變成一塊網的形狀 變成一塊網的形狀 就是因為它剛剛貼正這塊東西 它形,這個有正,這個有虎 這個有虎,這個有正,這個有正 這個有虎,這個有正,這個有虎 大家一拍即刻的時候 因為它貼起來之後 就令到這塊東西 或者是貼起來,大家踏上這塊東西 形狀即刻變了 這個純粹是 沒有所謂沒有靈性 純粹是問你或者放學的角度 我們可以理解得到的 沒有靈性 但是因為它的形狀 令到它有這樣的功能 於是可能這塊東西 即刻因為這樣貼了之後 就影響到它內部其他 那些 charge 的位置有轉變 於是這塊東西自己一旦彈開了 變成一個網狀的東西出來 沒有特別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受到這些外來的刺激 原來就是因為 這個蛋白質 撞到這塊血小板 它放在一邊 然後有數以億萬計的這些血小板 同時受到這種蛋白質的刺激 它們即刻變成一個真正的網 然後每一個網 另外那邊的那塊血小板 又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一塊網 它就即刻積起一個網出來 於是就擋住了你的傷口 止了血難 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身體的所有功能 都是由這些蛋白質這樣造成 現在它產生的功效 我憑外觀覺得很神奇 因為它靈性是這樣的 平時撞到什麼都沒有發生 但是撞到某一種東西 譬如 假如這個不是 不是這個小小板 假如它是 一種病毒 病毒的形狀 剛剛就是這樣的 這隻原來在身體裡面有抗體 剛剛是為這個病毒的形狀 量身病毒 所以當我這個蛋白質 黏黏到這個病毒的時候 令到這個病毒自己 內部產生一些作用 令它一爆就爆開了 OK 這裡爆開了 爆開了之後 我身體血液裡面 另外有別的一些不同的蛋白質 本來沒有辦法可以侵犯到這個病毒 但因為它的形狀一變了 打開了這裡 另外有一種蛋白質是這樣的形狀 於是拿著這個蛋白質 接著又可以黏入這塊病毒 將它消滅 基本上是說的 這些是否算這樣 這些是 這些就是身體裡面的 所謂的抗體 或者是 immunization 所產生的一系列 當然它簡化了很多 中間有十幾個步驟 就像Ruby Global Machine 一步牽涉一步 每一步都會 我們看回頭 有它的作用 是嗎 OK 打開了這個功能 就是純粹是靠它的形狀 而它的形狀 純粹是靠它 給它on基酸的次序 讓它斷地 OK 大家記住 我到下一步就很快 OK Proteins 是一個long chain 如果沒有折起 一條很長的鏈 每一個環節就是一個的 氨基酸 OK 總共只有二十個氨基酸 所以如果我們想像 就好像 Proteins are like sentences in a book OK 這個一句 就是一個很長的一句說話 這個說話 就由一些字組成 我們發覺 在生命的字典裡面 只有二十個字 很小的東西 所以這本字典 只有二十個字 你說一個多複雜的說話 都是用這二十個字 二十個字 來講出來 例如 I love you him her very much 七八個字 你怎樣砌它 怎樣複雜說話 都有這七個字 可以砌出來 OK 打壓質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再取一步 發覺 人體裡面 很快就說 有一百兆的細胞 大概 每一個細胞 就是一個小型的複雜工廠 但它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料 懂得去複雜它自己 OK 好了 這個觀念 Gene's 這個觀念 其實跟我們剛才說的 是 起源是完全另一種科學